主料,高筋面粉300克,干酵母3克,主料,细砂糖12克,盐6克,奶粉6克,水200毫升,黄油12克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除黄油爱的面粉,酵母等材料都丢到面包机中,选择程序8,面包机开始工作,20分钟油面结束后,加入黄油,再选择程序8,按开始键, 面包机工作至程序结束,时间是1小时50分钟,将面团从面包机中拿出来,揉住气泡,分成3等分,将每份面团改成牛舌状,卷起,转180度再改长卷起,边缘面和放入吐司模中,二次发酵完成后,放入烤箱,吐司和放入烤箱下层,180度,上下火,30分钟,烹饪技巧, 新买的模具第一次用的时候,里面要刷上一层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